自不真 每日灵修 经文 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菲利比书三章八节 对耶稣的认识 必须有个人的主观经历 不能靠父母的遗传 别人的经验 否则这信仰根基不够稳固 光是头脑对耶稣的认知 或只对圣经知识的熟悉 这还不够 若没有上帝启示 圣灵带领 自身的经验体会不到 信仰产生的力量 尝不到旧温甜美的滋味 一切不过是外在的遗文 或一种道德教条 我们必须知道 常常默想 沉浸在上帝的美德 属性 耶稣神人合一的本体 他的全责 工作 直到我和众圣徒一起明白 上帝的爱 上帝的爱是何等常阔高深 无际无涯 若我知道 祂是何等爱我 我必爱祂 心灵对耶稣的领受 胜过头脑对耶稣的认识 耶稣在我心 使我有满足的喜乐 而且这喜乐会满溢出来 我越认识耶稣 就越想多认识祂 总之 认识耶稣 接受基督信仰 是人生最快乐 最有福气的事 有了耶稣 在我们心中 可以助我们 度过人生难关 超越失败及误会 胜过病痛或诱惑 来吧 今天就坐在耶稣的脚前 听祂的道理 更多认识祂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